去的動作的話 那你剛剛做完的東西 首先第一個 你就把它彩排過 然後再利用錄製錄製 那錄製錄製的話呢 可能你要注意幾件事情 就是第一個 如果未來我們的 按鈕是在這邊的話 那我就從這邊開始 所以你優標記得一定要停在 這一個工作表裡面的任何一個儲存格裡面 OK 然後再來的話 如果我第一個 我希望怎樣 先清除 清除怎麼做比較快 優標放這邊嗎 Ctrl 序位向下按Delete 這樣就清掉了 所以我等一下彩排 第一個清除好了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 這個按下去就是把前面的東西篩選 所以篩選的話 大概基本上就把剛剛的動作做完一遍 一切過來 二 優標放在這裡 三 再把優標放在這個資料邊 打勾就好 你那個原來的公式不用刪掉 然後再向下填滿 向下填滿之後再用篩選 剛剛的動作 篩選完 把這邊複製貼到查詢結果 這樣把它錄過一遍 不過這個大概相對於之前 我們錄製的劇集會相對複雜一些些 那我把那個錄製的過程 稍微再演示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那最後結果就 第一個 我們先錄製清楚 比較簡單 清楚的話 錄製劇 那名稱的話叫清除 所以清除比較簡單 那就三個動作吧 清除 按個確定 接下來的話 第一個動作 優標先放在 這個A1 OK 第二個動作呢 Ctrl Shift向下 記得一定要用Ctrl Shift向下 如果你用選的 它以後範圍會固定 所以用Ctrl Shift向下 它會向下追蹤 所以那個範圍就不固定 按個Delete 就清掉了 清掉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就把這個 停止錄製 OK 停止錄製之後的話呢 就完成第一個 OK 待會呢 就是要各位就把這個動作 全部再做過一遍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就是 要錄製 這個地方 再開始 錄製的話 OK 錄製劇 這個錄製的劇集名稱 我們叫 黑名單篩選好了 OK 就黑名 單篩選 按確定之後 待會的動作 所以就是要熟練 所以你請各位待會 就是彩排要 那個步驟要很 小心 首先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游標 第一個 先點選 其實直接點這邊 一 游標點查詢名單 第一個動作 二 游標放在那個 B2 B2儲存格上方 所以 第二個動作 第三個動作呢 把游標放在資料邊 極力打個勾 第三個動作 1 1 2 3 4的話 向下填滿 5的話呢 我們就是 游標標再放在B1 游標再放在B1 向下填滿 第五個動作 游標放這邊 然後呢 切到資料裡面的篩選 然後把這邊剛剛的1打勾取消 就是留下1的部分 OK 就是篩選 然後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再把游標放在A2上面 把這邊整個選取 Ctrl Ship向下 Ctrl C Ctrl Ship向下 就整個向下選取 然後再切到查詢 結果 切回來 把游標記得放在A1上面 把它貼上就好了 好完成 OK就剛剛的動作啦 不過動作稍微比較多一些些啦 你只要按照剛剛的步驟 逐一完成 特別注意喔 這個不能多一個動作 也不能少一個動作 否則一定會失敗 做完之後的話 最後把這個 開發人員停止下來 停止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再來就是 因為這邊已經有3個 我把它刪掉1個 我就是 直接這個就是指向剛剛的那個 黑名單篩選 把這個叫黑名單篩選好了 直接用這個來來改 改的方式按右鍵就直接 按右鍵有沒有 就可以直接重新指定聚集 重新給它按鈕名稱 所以你把這個名稱複製 再把它貼上去 OK 基本上 應該就大功告成了 如果 為了確定說這個是OK的 我們清楚看看 清楚沒問題 再來的話 篩選看有沒有問題 你會發現 你會發現他剛剛 一 查詢名單有沒有 二 他就是再把這邊篩選 篩選完之後 再把它貼回來了 OK 所以如果你看到這樣的結果 那表示應該是成功的 你再跑一下 OK 總共是不是27比 沒錯 當然未來呢 這個的好處就是說 如果你未來的工作 如果假設你前面的名單有變更的話 名單比如說呢 我們 假如現在是1000筆 如果你要把這個 把它這個刪掉的話 我們比數就變多了 你其實 就可以 把它再弄一下 或許得到的結果是不一樣 或者是你可以刪掉一些 換一些東西 換一些那個 沒有信箱 結果可能也是會不一樣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以後我就按一下這個結果 那馬上 我就可以知道說我查詢的 現在 可能要把這個 如果這邊更新的話 可能要把這些 這些把它刪掉 否則的話他沒辦法向下追蹤成功 清楚 看一下 不過現在我是 找的 看一下 所以其實總Total 好像還是 是跑到 還是跑到1000 下面沒追蹤到 主要原因應該是這裡 開發人員 如果說呢 假如你要 之前錄製的時候 可能錄製的範圍 我們好像有固定 所以你錄製你會發現他到1000 所以如果這個1000 假設你要讓他往下 繼續再找的話 可能這個數字 必須要增加 或修改 不過這個我想 先不要管好了 至少 你能夠把 剛剛講的這兩個 按鈕把它做出來 其實就OK的 清除 然後黑名單篩選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